那你这国际问题观察员 你现在预感到谁能得美国总统 这个不好说 是吗 如果说是在第一次辩论以前 当时一边倒的都认为奥巴马不行了 奥巴马不行了 那个时候都已经说 这个犹太团体都已经达成一致了 这一次我们肯定就是死挺罗姆尼 甚至有说在华盛顿 在DC那边 他们已经去请罗姆尼吃饭了 这个事情就定局了 当时传的是 好像后来奥巴马是力挽狂澜 对吧 你说罗姆尼力挽狂澜 奥巴马在第一次辩论以后 力挽狂澜 在第一次辩论以后 他形势是非常利己的 就说现在奥巴马 你觉得呢 我觉得好像还是奥巴马赢线 高一层 是吧 高一层 大概是55%对45%这样 罗姆尼发挥的好 还有的一拼 所以作为观众来说 这场戏就变得变变得好看了 比上一次的好看 对对 咱们能够搏斗 咱们总是喜欢的